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生产与作业管理 同学好 欢迎今天收看生产与作业管理第一讲次 导论的部分 今天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我们欢迎邀请我们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 企业管理系 系主任张旭华 张教授 林老师 还有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在今天的一个讲次里面我们会有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我们谈到生产与作业管理的基本概念 第二个部分我们谈到的是生产与作业管理的功能 以及它的范畴 第三个我们要谈到的是生产与作业管理的一个 整个历史的演技以及第四点生产力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介绍生产与作业管理的基本概念 在基本概念里面 我们首先先来对管理做一个定义 所谓的管理就是透过他人而完成工作的一种程序 这里面它会包含着有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规划 设定我们的一个目标 拟定策略 发展有系统的一个计划 来协调企业的各项活动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组织 组织是为了要达成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决定任务的编组 而赋予给他一个适当的一个权责 第三个是我们的一个用人 对于组织里面的一个职位 选用可以升任的人员来加以担任 第四个部分是我们的领导 指挥 协调以及激励我们的员工 来解决我们彼此在工作上的一个冲突 第五个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控制 控制最主要是监控组织的一个活动的绩效 确保他的规划 像我们的一个计划的一个过程 加以把它一个完成 这是我们管理的一个功能 在管理的功能里面 我们一般也会谈到我们所谓的企业的一个功能 一般的企业功能 我们通常指的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指的是我们的作业的部分 第二个是行销的部分 第三个是我们所谓的财务的一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来讲的话 彼此看起来是一个独立的 但是这三个来讲 功能彼此之间是有交叠 而且是有专业的一个重叠的领域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生产与作业管理里面 它就涵盖在我们所里面的一个作业的内容的 包含的项目的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企业功能 一般常见的三个作业 行销以及财务 但在一般的企业界来讲 有时候会把我们的功能在加以的扩大 包含第一个生产 第二个是我们的行销 第三个是我们的人力资源 第四个是我们的财务 第五个是我们所谓的研究与发展 所以这在里面我们常听到所谓的武馆 产销 人 还有发财 这五个项目一般是我们所谓的武馆 所以刚刚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生产与企业管理里面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作业 所以作业里面包含的是我们比较核心的一个项目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们可以试用的一个范围 不只只有制造业而已 服务业也是可以去试用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课程当中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制造以及生产 以及我们的作业 作业的范围最大 再来是制造 再来是我们的一个生产 再来是制造 这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个 企业的一个功能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 我们所谓的一个生产与作业管理 它的一个意义 基本上来讲 所谓的生产与作业管理 就是投入我们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 转换成某一个特定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产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所要投入的一个生产里面 以广义的生产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指的是增加或者是创造 效用的一个经济活动 包含我们产出有形的产品 以及我们所谓的无形的一个 劳务的一个提供 所以制造生产以及作业 这三个名词在业界里面 通常会互相的交互使用 但是从刚刚我们的一个说明里面 可以了解到 制造一般范围是最小 生产次资 作业的范围是最大 所以现在在生产管理学门里面 有时候会把它称为叫生产与作业管理 以及我们所谓的作业管理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产业的一个类型 一般来讲 依照我们的一个国民的一个经济部门 将我们的产业可以发分成三个的一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我们所谓的一级产业 一级产业指的是农业部门里面 常看到农 林 鱼 木业 这是我们所谓的一级产业 二级产业是我们所谓的工业部门 一般贩指我们所谓的一个制造业 第三个三级产业 一般贩指现在所谓的服务的部门 例如说我们的一个服务业 我国在我们1989年的时候 整个服务业在我们的国内生产茅额GDP 大概已经超过50% 到了2003年之后 它的一个服务业的产值 就超过我们的一个70%以上 在制造业来讲 它是以产品为导向 在服务业来讲 它是以行为为导向 这两者之间 它是有一些稍微的一个差异 接下来来说它两者之间的差异的地方 在哪个地方 在几个差异里面的第一点 指的是我们的产品 制造业是有形的 服务业是无形的 在我们的投入跟产出的一致性来讲 制造业比较高 服务业是比较低的 生产力的衡量 制造业比较容易 服务业比较困难 在品质保证里面 生产业也是比较容易 服务业比较困难 在劳力密集性的话 制造业它是比较低的 在服务业人是比较多 在我们的一个存货种类来讲的话 制造业存货种类比较多 服务业的一个存货种类 有时候是少 有时候是不能储存的 在我们的一个 跟顾客的一个接触性来讲的话 制造业是比较相对低的 服务业是相对比较高的 在我们的一个顾客的一个 要求的回应时间里面 制造业是比较 时间比较长 服务业是比较短的 在产品效率化的重点 制造业追求的是标准化 服务业追求的是客制化 接着我们来说明 我们生产与作业管理之功能 在生产与作业管理之功能的 一个范畴 我们首先来看它的一个功能 在生产与制造过程里面 最主要是投入 还有转换 以及我们的一个产出 这三个的一个过程 有关于投入的部分 所指的是我们的原料 人工 资金 土地 厂房 设备 资讯 管理等这些的一个资源 而在我们的转换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加工 装配 运送 储存 咨询 等等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过程 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的产出 产出一般是我们的有型的产品 以及我们的无型服务的一个传递 在这边我们所产出的部分 一般会有一些附加价值 所谓附加价值 指的就是产出的一个价格 或者它的价值 去扣掉我们的一个投入成本 这就是产生的一个差额 就是我们所谓的附加价值 所以在生产与制造过程当中 最主要我们就是要追求 我们的附加价值的一个增加 接着我们用一个例子 来说明我们这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在转换的过程里面 会有我们刚刚所谓的投入 以及我们的转换 以及我们的产出 这个附加价值就产生在 价格跟成本之间 它的一个差额 我们举汽车制造为例来讲 投入的会有我们的钢材 零件 设备工具 以及我们的一个制造的人工 在我们的转换 就是我们所谓的制造 装配 以及涂装的一个过程 最后就会产出我们的一个汽车 所以这个之间 就是我们刚刚所谓的整个生产与作业管理之间的转换过程 投入 转换 以及产出的部分 刚刚是对生产与作业管理的基本概念所做的介绍 在这稍作休息 了解了生产是一个投入 转换跟产出的一个过程 我们接下来来谈谈 有关生产与作业管理的范畴 以及它的一个历史的研格 这部分我们请张老师来做说明 好的 那么其实我们生产与作业管理的范畴 也就是我们这门课 即将要上的一个内容范围 那我们依须来介绍一下预测 那预测什么 预测整个市场的这个需求 那这样才能作为我们未来 要生产的一个依据 数量生产依据 再来是产品跟服务的设计 有型的产品 无型的一个服务上面的 这个商业的设计 如何来安排包装 再来是产能规划 也就是说在特定时间内 我们最大的这个产出是要多少 这是在产能规划的部分 我们谈到 还有就是制程的选择 跟生产性平衡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生产 什么样的过程 那么这个哪些占别 如何能够让它顺畅 这是有关于生产性的一个平衡 再来是工作的系统设计 如何能够安排 整个工作的一个方式 能够让它顺畅 能够让它整个作业有效率 再来是谈到设施的规划跟布置 整个设备跟人 跟操作员之间的互动 那么整个流动的一个动线 这些布置规划 是属于这个范围 再来我们谈到这个物料管理 我们那么多的物料 有原物料 半成品 那这些我们怎么去编码 怎么样来做管控 怎么做进出 怎么做这个订购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物料管理的一个范围 再来我们谈到存货管理 什么时候该订货 要订多少 这些都是属于存货管理的范围 再来是总体的一个规划 或我们叫我们叫做整合规划 或者叫总和规划 这名词蛮多的 那最主要是针对我们所有的产品 项目别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的数量 还有产能规划 再来是物料需求规划 就是说我们做一样产品 比如好比说我们要做生产一台汽车 那汽车这个零件非常多 展开可能有上千个零件 零组件 那么这么多的物料 我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这个准备好 什么时候开始加工 什么时候开始订购 那要订多少 这中间工序怎么配合这些时间的安排 那这些都是属于整个物料需求的一个规划范围 再来是排程 排程也就是说一个事情要经过好几道工序 那这些工序也许有先有后 那我们在这前后顺序做个安排 那这属于有 这是属于这个排程的一个范围 再来是品质管理 不管你是做有型的产品 还是无形的这些服务业的这些作业 那都必须要做好整个以顾客满意为主的 一些品质相关的一个规划跟管理 再来是全面品质管理 要做到好的品质 让顾客感受得到 就是要全公司 全员 这个前厂 后厂 幕后 后勤资源的人 全力来支持 这个是全面品质管理 能够让最后顾客能够达到满意 再来是即时化 还有金石的系统 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生产作业流程 能够很紧凑的一步一步相结合 那么没有任何的浪费 时间的浪费 空间的浪费等等 那这个属于即时化跟金石系统 再来我们谈到的是专案管理 针对一个专案 通常我们讲专案管理 就是一个有起点 有结束的那一天 的一个特定时间性质的专案 那这如何来做管控 那这是我们后来有这个 后面有这个专门的单元来介绍 再来是物流管理 相关物品的流动 不管是成品 这个在厂跟厂 或者到这个市场上的流通 或者在厂内的 这些物料流动 都是属于物流管理的范围 那最后我们会谈到供应链的管理 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这个 在一个厂里面 能够无中生有自己生产出来 它必须要很多的供应商 层层的一直供应上来 在最源头 一直到最后的消费者市场这边来 那这个是属于供应链管理的范围 以上是我们谈到整个生产 与作业管理的范畴 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下一个单元 就是有关整个生产与作业管理 它的一个历史的演进 那么有关这个历史演进 我们大概从这个两百多年前开始谈起 第一个就是从这个工业革命 那工业革命 它是在这个1764年 瓦特它发明了这个蒸汽机以来 就为整个工业革命做了一个开端 因为在这之前 大概都是以人工作业为主 人工作业为主 其实数量大概不会说在短时间做很多很快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个管理上面会比较 这个不用太多的一个科学化管理 那么自从这个蒸汽机发明以后 可能就是大量利用自动化机械式的生产 那这个时候东西一下子跑很多出来 你大概就必须要用很好的一个管理技术 来这个来支持这样一个大量生产的一个活动 再来就是1776年 亚当史密斯提倡了这个分工的概念 他把这个作业系统可能把按照可能一个产品完成 要有五个动作 那这五个工作可能他把它细分成五个不同的人来完成 那么把一件复杂的工作专业分工起来 那么这样子可以得到一个高效率的一个生产作业的一个效果 再来我们谈到1790年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螺丝设计成是一样的规格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零件是可以相互互换 在我们不管是生产可以达到规模化 或者是在存货的管控上面都会比较容易 也比较这个不会浪费 再来就是谈到整个19世纪美国铁路迅速的整个扩展延伸 那么产品可以借我们整个这个铁路的运输 销售到整个他们美国本土的地方 那达到了物畅其流 那这也是整个产销间 很重要的一个桥梁的一个连结 这个也是整个跟我们生产作业管理演进上面 有大的一个关联 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科学管理 那么在整个工业革命以后 我们工厂的生产管理者 多数都是用一些过去的经验 还有他个人主观的一个判断方式 来进行这些相关的生产作业的一个现场的管控 那么所以如何利用整个这个科学的分析方法 让整个我们生产能够更简化 那么让人的作业能力 作业能力提高 那么效率能够提升 生产力能够提升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 科学管理这个阶段的一个重点 提升整个这个生产的一个生产力 那在这方面 我们有几个这个阶段 有几位专家 那么也针对整个科学管理提出了很多的贡献 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就是第一位当然是泰勒 他提倡的这个分工专业的分工 一个人如果能够针对我们工作做专业分工 那他会做得越熟练 效率越来越好 还有时间研究 探索整个时间上的分配 还有进建制的这些讲工制度 那这些进建制讲工制度最主要 就是要来提升这个刺激 操作员 作员能够让他们能够努力来工作 这已经涉及到一个心理层面 不是不只是动作的研究上面 专业分工上面 这这个方面 他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再来是吉尔博士夫妇 那他们专注在这吉尔博士部分 专注在整个时间的研究跟动作研究 好比说我锁一个螺丝 那我如何锁 那么我的这个零件应该怎么摆 那螺丝起子摆哪里 有人你看有些这个没有受过训练 锁了下一科 接下来他找这个下一个 这个要找起子找老板 他没找到 所以他在做一些定位 如何能够让整个生产作业 能够很有效率 那这是时间跟动作研究 还有细微动作研究 这更细部的 他用这个摄影的观念 能够把你的动作 做一个很细部的一个分解 那让我们这个操作人员 能够改善他的效率 再来我们谈到的是干特 那干特最大的贡献 就是发展的干特图 成为规划跟控制的一个 很有效的工具 这个工具目前还是 我们在用在目前的生产排程 还有专案管理上面 我们现在就现在很多 这个我们作业上的 这些生产管理人员 目前还是非常常用 用到整个干特图 来作为他整个实程管控 的一个依据 再来我们介绍的是爱莫生 那么爱莫生的贡献就是 重视组织的效率改善 他有著有这个效率的十二 原则这本书 把整个科学管理应用在 整个组织的阶层当中 以提升他组织的效率 再来我们介绍是福特 那福特他采用分工的原则以外 他还用科学管理的一个方法 那么提出汽车制造 移动式的这样装配线 大量来生产标准化的汽车 像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好 那在整个眼镜上面 又进入了第三个部分 那就是行为科学 那么行为科学这个学派 是针对我们这个所重视的是 工作的效率 比较重视行为科学 人际上面的一个关系 还有员工 他在心理层面上面的 这个对整个工作上面 心理的调试 或者是接受度 的一个层面的一种心理行为 那这方面的专家 跟贡献我们分别来叙述一下 第一位是梅欧 那么他提出人们 知道自己被当成观察对象的时候 会因而改变行为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个我们叫做货伤效应 人的心理层面 当我被注意的时候 我的行为可能会受到影响 再来我们介绍的 第二位专家是马斯洛 那么他的贡献 是提出了需求层级理论 那么将人类的需求 分成了这个五大需求 分别是生理安全 社会尊重 还有自我实现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并以此这五大需求 作为整个人对员工 激励发展的一个理论基础 接下来我们介绍赫兹伯格 那他最主要是发展出了两因子的 激励理论 这个包含了保健因素跟激励因素 那保健因素就是说 你这个要让我能力工作 是一定要有这个因素条件 不然我是不会做事 那什么是激励因素呢 激励因素就是要非常努力 不只是工作而已 要付出我更多的心意 那这是激励因素 那在这个我们细节后面 会来做介绍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麦格雷格 那么他提出的是X与Y理论 那么X理论呢 这个持的是一个负面的观点 他是假设员工不喜欢工作 那么需与奖励或奖程来做控制 那么Y理论 反而他是持正面的一个观点 那他是假设员工 他是喜欢工作 并且他是努力工作 愿意努力来工作 当然人的属性 个性上有一些差异 有的人可能是属于X理论 有的人属于Y理论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欧气 那么他的贡献是发展出了Z理论 那么结合了这个日本跟传统西方的一个管理方式 公司期待员工具通才而不是专才 藉由像工作的轮調 来了解我们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作 那么来重视团队合作 而不是个人的表现 那也注重我们员工跟雇主之间 长期的一个关系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 我们生产管理的一个眼镜 就是有关于决策模型跟管理科学 那么随着我们经济环境的一些改变 那么企业在寻找一些相关的情况下 适用一些所谓的最佳解 那么这个时间这个时期大概都是属于这个计量管理的一个阶段 那么他习惯用数学来解决各式各样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把这个一个已知的条件限制把它列出来 列完了以后 我们再用一些数学方式来发展出整个数学模型里面得到了一个最佳解 那这方面的专家跟贡献我们来介绍一下 首先是哈里斯 那么他是提出了这个存货管理 也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该订什么货 订多少 每隔多久订一次 像这样一个理论 再来是修法特他提出了管制图 那么针对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的可能仪器设备 可能生产的数量的特性 或者品质相关的一个特性 做一些这个时间延伸上的一个管控 再来是稻奇 雷鸣还有蒂皮特 那么他们依照整个这个管制图再发展下去 依照整个统计为基础的这个抽样理论 建立这样一个抽样的一个概念 再来是单体 他提出的是线性规划 也是把相关可能的在你的生产 作业管理上面可能的一些条件限制列出来 那利用线性规划的一个数学模式来找最佳解 再来是古博跟华格纳 那他们提出的数学规划 还有一些随机过程的一个应用 好 那再来我们谈到的是进入的下一个这个眼镜 也就是说目前最常用的这个电脑跟自动化的技术 那在整个1970年代就开始应用电脑来解决相关的一些生产作业问题 像作业研究了一些计量模型球结 数值分析 或者像弹性制造系统等等 那么在这个服务业上面也有做一些应用 就是像资料处理订票的系统 还有商业自动化电子商务等等 那这些都是目前都已经在用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提供效率的一些工具 那么另外在这个阶段也受到日本制造者的一个影响 那么1980年代开始很多日本的制造厂商就发展了一些他们的独特的一些管理食物 那么致力于整个生产力还有的提升还有产品的品质的提升 那么造就目前日本他们整个制造的这个实体产品里头 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形象跟概念 那么其中就是风停气质的这些即时化的生产最受瞩目 那JIT那么也就是即时化生产 最主要是要彻底的来消除生产的浪费 那么追求制造方法的合理化 那么这也是目前很多我们相关业者在学习的一个对象 大概我们把整个历史演进做了一些交代 接下来是针对我们整个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做一些概念的一个描述 那么因为整个知识已经逐渐取代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 那么必须采用新的技术 那么再加上我们整个人才上的一个动力 促进我们经济的一个模式的发展 让变成一个以知识为主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企业更要注重整个知识管理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在整个这些企业发展上面 有一些重要趋势 我简单的说明如下像电子商务 电子化企业 全球化竞争 还有供应链管理 知识管理 委外生产管理等等 另外还有像环保的议题 环境保护 企业道德与责任等等 那这些都是未来我们企业发展相关的 要注意到的课题 好 谢谢张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谈到的是生产力第四个部分 我们所谓的生产力 一般指的就是我们投入了多少就产出了多少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衡量公式 生产力等于你的产出除以你的一个投入的部分 这个指标越高就代表我们的生产是越有效率的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生产力越高越好 通常在衡量我们指标会有三个常见的指标 第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单因子的生产力 单因子的生产力 它是用一个因子来产出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是属于我们的多因子的生产力 那多因子生产力之外 还有第三个是我们的总生产力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单因子生产力的一个部分 单因子生产力的部分 它是根据单一个投入 看我们有多少的一个产出 例如说我们常见的人工的生产力 它指的就是我们有多少的一个员工 他产出了多少的一个数量 例如每一个人工小时的产出的数量 再来例如说我们的一个机器的生产力也是一样 多少台机器他产出了多少 例如每一个机器小时他的产出数量 再来是我们的一个资金的生产力 那我们投入多少资金 它会产出多少的一个数量 第四个是我们能源的生产力 我们投入多少能源产出多少的数量 这个是单一的投入的部分 那第二个多项的一个投入的多因子的指标 我们比较常见的包含说你投入了多少人工机器 它产出了多少 也有可能它是投入了人工材料 以及机器也产出了一个部分的数量 也有可能是机器资金能源材料 所以我们衡量的指标不再只有一个指标 这是我们常见的多因子的一个生产力 那我们第三个是我们的总生产力 总生产力一般常见的就是你的总成本分支总产出 以及总成本分支总销售的金额 所以刚刚跟各位同学所介绍的是生产力的部分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大概对我们的生产管理呢 有做一下它的一个概念 以及它的历史的演进 以及它的严格 以及我们的范围 还有生产力的简单介绍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同学 台湾